再来这样的食安问题又真的是更严重了 在昨天的中午呢 有民众是到了台北市松山区的一间蔬果行来买地瓜 不过晚上的时候丁燕远才惊觉 他买到的是浸泡过老鼠药的毒地瓜 而且还是毒性超强的红药水 立刻是来报警求救 里长也马上来进行广播 好险男子在刚下完啤酒听到了 没有吃下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名男子到蔬果店 拿起一包地瓜要买回家 没有想到袋子里头还掺混毒药 让他差点就此丧命 有民众来蔬果行买地瓜 晚上放进店锅里去皮一针要享用 没有想到却突然听到广播说 这地瓜竟然泡过老鼠药 就是这包毒地瓜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 泡过老鼠药让民众差点吃下肚 20号晚上在台北市松山区新东里一间蔬果行 店员要交接时赫然惊觉 中午卖出的是浸泡过红药水 要给老鼠吃的毒地瓜 若不胜物是可能导致气控流泻 赶紧向里长求救 哭哭啼啼的求救我啦 我说你赶快去报案 这个责任人命关天 责任很重 所以我就去广播 一广播啊 结果很快的就有人拿来退了 好险地瓜才刚削完皮 男子就听到里长广播 吓得马上拿回去退 差点酿成意外超惊险 但店员还是很自责 还一度愧疚到哽咽 我们关店的时候放在里面 然后要投食老鼠 对 给老鼠吃的 所以是早晚没有交接 对 对 是我的问题 第一次我在这边快待20年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我也很紧张 我很内疚的 真的 对啊 然后事情搞得那么大 我真的也不愿意啊 差点害老客人命丧黄泉 压力大到泪崩 原来最近老鼠晚上都会进来店里 偷吃木瓜 店员才会把地瓜泡药水 放进篮子拿到木瓜上面 没想到早班阿姨不知情 就这样把毒地瓜放回架上继续卖 现在NG地瓜拿回来 马上销毁店家保证 客人现在买到的都是安全地瓜 为了毒死老鼠搞出大乌龙 索性这回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地瓜风波就此落幕 店家也承诺会做好教育训练 记者林明镜欧金服台北采访报道